好大隻 這次應該是 這整條溪最大的九斑了 靠屌 哇哩哩 大概有二五了 這麼小的溪 長這麼大 它就是一直躲在這顆石頭下面 它才會活那麼久 然後剛好我那個耳流進去 縫裡面被它 撞進去了 靠腰 可能不止二五了 哇 這隻要好好弄啊 靠腰 阿娘喂 阿娘喂 我說 我說這隻是這條溪最大的九斑了 欸 靈芝欸 哇靠好大一個喔 靠超大靈芝欸 這顆是靈芝喔 這顆不是猴板凳喔 這顆是靈芝喔 哇哩哩哩 你看過這麼大的靈芝 這一櫃這大櫃 這大櫃 阿娘喂 可惜它泡爛了 不然就撿到飽了 這很大小的靈芝啊 它已經 已經 吃到水了啦 聞看看 有啦 有一點靈芝的香味而已 其他都沒有了 沒烤阿 沒菜 喔 阿娘喂 很大天啊 吃鳳螺啦 來送一包阿順的絲胡椒 這個大概一半而已喔 我上次買很便宜 這個大概五十塊而已 五十塊 我買一百啦 送一包胡椒 然後把它分兩次 水 所以這 因為這比較水 所以 比較燙 等一下 煮那個胡椒鳳螺來吃 再來煮水 要用水 應該不用那麼多吧 水滾再放鳳螺嗎 還是鳳螺先放 感覺好像不夠吃耶 為什麼沒什麼肉 水好像太多了 哇 太少了 所以只要淹過鳳螺就好了 所以只要淹過鳳螺 所以只要淹過鳳螺 好 可以啦 煎過鳳螺 把火加大 把火加大 把它煮滾 煮滾之後 再把胡椒放進去 要貓貓沖 把它弄走 把它弄走 把它等一下被我踩到 它死掉 掉了,我腳踩都穿上去 不然我躺這腳,他會被我打掉 滾了,我覺得好像帶太少了 下次應該一斤半全部帶來 讓他滾個兩三分鐘吧 至少他快熟了之後,我們再放胡椒把它炒乾 加這個胡椒 等一下,把湯汁收乾 邊炒邊把湯汁收乾 一直炒他就對了 炒到乾掉,我水好像放太多了,流少一點比較快 湯放太多了 這樣胡椒有沾到鳳螺上面就好了 哇,看起來不錯啊 這個鍋鍋的沒有 有啦,有沾上一點點 開吃開吃開吃 認真就是吃吃吃啊 應該是蠻成功的 哇哇哇! 那這樣第一發就掉了 那這樣第一發就掉了 禮拜啦 嗯,好吃 這個味道不錯 這個 阿順絲了 下次要帶 多帶一點來 才夠吃啊 有點被我煮太久了 還蠻新鮮的 在 板橋 重慶黃生市場買的 大概快一斤半喔 快一斤半才一百塊 還送一包胡椒 還送一包胡椒耶 感覺還蠻新鮮的 腸子都還在 這一定不夠吃了 這樣不夠吃 一下就要吃完了 就沒有炒鳳螺了 所以 所以 那個量 才不會準 而且那個 怎麼講 要揹這個 揹到山裡面來 揹個多小時也是累 所以齁 要揹一斤半的話 也是累 雖然想多吃一點 但是 揹進來這個都很累 應該還要再帶點怎麼來吃才對 應該還要再帶點怎麼來吃才對 不要只吃這個 總結 剛才吃這個怎麼吃不飽啊 吃差不多一斤 好像沒搭沒搭 這裡喔 我說過每次都要來這片石頭 吃午餐喔 超漂亮的這裡 那個 封地那邊比較危險 所以 在這邊還好 因為它這邊都是綠色的直批 在那邊封掉 這邊樹都很多啦 我說過都要看一下有沒有虎頭峰喔 我都看過了 剛剛還有一大群烏鴉來說 來這邊不知道幹嘛 前面這條溝就很多魚了 那個 如果有青苔的話 它會在那邊一直翻一直翻 看 不錯啦 每次來這邊都 都覺得很舒服 魚 其次啊 當然是釣越多越好 但是 來這個環境就覺得 坐在這邊 坐在這邊 吃個東西 聽聽水聲喔 就覺得很棒 這條溝啊 一看就是要有大絲的 看能不能流進石縫裡面 對 丟啊啦 老的屁啊 不能不能不能 那邊有一個洞 飛 回來 聽完夠久啊 這樣就不錯啦 設體型在這邊 這個點以前都這麼大隻 跟以前一樣 我如果不拍影片的話 釣魚的速度是 現在拍影片的一倍以上 至少快一倍 而且 丟 解密送率會 超過一倍 因為我用左手釣 真的有差 要不要從來留這條溝 對 對 丟丟丟丟丟丟 哦哦哦 剛剛馬上拉了一下 對啊啦 剛剛就是 它已經 一下去就寒住了啊 來來來 軌起來 它們還總之有這個好處啊 你不一定要它吃第一下再拉 第二下第三下都可以 來留這個石縫哦 丟丟丟丟丟丟丟 丟丟丟丟丟 手這一根從這邊下來 然後 第二個方法是從這邊跳下來 但是落差有點高 再來就是從後面繞 啊這個大崩壁 有一點危險哦 剛剛發現一個新的方法 走過來走過來從這邊 然後跳過來這個石頭 走到這邊來 過來 這樣也可以 欸 靈芝耶 哇靠好大一個哦 靠啊超大靈芝耶 這顆是靈芝哦 這顆不是猴板凳哦 這顆是靈芝哦 哇哩哩哩 沒看過這麼大的靈芝 這一堆這裡大堆 這大堆 可惜它泡爛了 不然就撿到飽了 這很大堆的靈芝啊 它已經 啊已經 吃到水了啦 聞看看 有啦有一點靈芝的香味而已 其他都沒有了 沒烤啊 沒菜哦 哇哩哩哩 很大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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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這邊好像不大搖耶 久久才動一下 飛 欸 但是有 體型有比較大一點啦 但是 越後面好像 體型越大 但是 咬礦就越來越差 空啊看可不可以停住 來來來 對 就是這裡 這種可以停住的話一定有大股的 因為這會比較有空啊 看樓的空都有米大買耶 哇 沒什麼吃耶 算了算了回樓了 對 對啦 齁 站在後面這空啦 哇 你在打賽 啊 怎麼每次都這樣 欸欸 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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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剛把他彎立一空欸 工的 工的 這隻工的滿漂亮的 這邊有個溪的溝 有沒有看到 對 我們這裡要給他 對 還有一個石頭 溪溪溪 哇 學到後面去了 對阿 哇哇哇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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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邊有洞 他剛剛就鑽一次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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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哇,蠻大隻的呢,二十幾了,欸,欸,欸,差不多,差不多,看一下就好了,差不多啦,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左右吧,有這塊大石頭啊,所以這邊的,魚啊,會住很多,欸,就好,有腳,一定都是空的啊,把它撈下去就知道啊, 對啊啦,有沒有,它的,它的酒頭會比較有耐拗啊,欸,拗進去,它的米虎啦,這個還算小隻欸,有時候啊,我們來釣魚啊,不一定說啊,沒有看到魚在翻啊,就,就說沒有魚,它好像看在酒頭,有沒有,吃到都沒去啊,你就知道這邊魚有多少了, 那底下的石頭,黑的就是,青苔被吃完了,你看它還有在翻,它如果沒有翻的話,你看,光看這個就可以,分辨出來了,有,也齒橫,哇,你光看這個就知道有魚了啦,那全部都吃掉了,那這一段,有沒有,這石頭這邊都,都被吃掉了,有沒有, 哦,其實表示這邊魚很多了啦,不用說一定有在翻,沒有在翻啦,你看它,它是都有在翻,啊,它如果沒有在翻,你光看這個,這種信號,你就知道這邊很多魚啊,啊,如果釣不到是自己的問題啊,不會說啊,大家釣沒魚,都說什麼沒魚,沒有這個問題啦,這個,你拍一下就知道了,馬上知道這邊有沒有魚了,這個都是剛剛吃的,黑黑的就剛剛吃的,吃得很乾淨,送啦, 它,它都躲在這塊石頭這個下面啊,不好留啊,你看,我扔進去,你看,哦哦哦哦哦,我就鑽進去啊,耶,這隻大概,22左右吧,那個下面,那塊石頭下面那個洞,全部都是魚,剛剛吼,衝來衝去的,但是你留不進去啊, 對啊,它那個,剛好有一個水排出來,洞啦,已經去洞裡面,靠腰,這隻是爪九斑是不是,拉不動的啊,不然就是大骨花了,哇哇哇哇哇,踏進去洞裡面,靠腰,哦,感覺是九斑,應該,很大的九斑,它不怎麼有,啊,對,哦,靠腰,大九斑, ,稀到洞裡面不,為什麼油啊 哦哦 我想打护它,這樣要不會放好,卵襄MBIE字?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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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好大隻 這這支應該是 這整條西最大的九斑了 靠腰 哇哩哩,大GO25了 這麼小的溪 有斑長這麼大 他就是一直躲在這顆石頭下面 他才會活那麼久 然後剛好我那個耳流進去 縫裡面被他撞進去 豹腰 可能不止二五了 哇 這隻要好好弄 豹腰 阿娘喂 阿娘喂 我說 我說這隻是這條溪最大的九斑 應該真的是這樣 沒有 沒有之一了 阿娘喂 靠腰 靠 這有粗嗎 一顆 一顆粗了 這個 這個都要離不 阿 然後又吃了這麼肥阿 真的是厲害 不一樣 現在兩點多了 今天天氣都不錯 下午雖然是陰天 但是 天都還蠻亮的 我先把魚放一放 要往回走了 先把這兩隻 最大隻的抓出來 今天這兩隻剛好是 九斑是 最後一隻 阿第一隻 苦花 大概也是二十五吧 苦花 你看苦花比九斑還小 好瘦那麼多 這隻苦花 應該也是二十五左右 然後九斑大概二六二七了 那九斑開始要變色了 要放魚了 兩點多就這樣了 應該是滿了 應該是滿了 應該不滿了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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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滿出來 好 在哪裡 我估計 好了 那我我現在放一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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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